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丫丫姐姐 你有沒有聽過 哪一個神話故事是最最喜歡的呢 裡面一定有各式各樣的喜歡角色 或是英雄人物對不對 今天呢 就讓我來介紹神話故事中的十大神獸 第一個呢 是鳳凰 在希臘的神話中呢 鳳凰是一種神級別的鳥類哦 它有美麗的金色羽毛 跟紅色的尾巴 據說呢 鳳凰每隔五百年就會焚身於火中 之後又會再次重生 關於鳳凰的故事呢 有很多種哦 其中一個比較著名的故事呢 是鳳凰在某一次燃燒之後 他的灰燼啊 就化作了一個蟲蛹 那經過二十一天之後 蟲蛹就變成了一隻熊鳥 然後呢 熊鳥之後 又經過四十九年的時間 成為了一隻鳳凰 第二個就是耶夢迦德 在北歐的神話中 耶夢迦德是一個 通往天堂跟地獄的樹 它的樹幹 枝條跟根部分別代表了天堂 人間跟地獄 聽說呢 當耶夢迦德的一根枝條脫落的時候 就代表著某個世界的末日來臨囉 傳說中呢 耶夢迦德還承載著眾神的住所 所以他也被視為世界的支柱 第三是巴斯特 在埃及的神話中呢 巴斯特是一個貓頭人生的女神 他擁有豐饒、幸運和愛的象徵意義喔 據說呢 巴斯特曾經是一個戰神 可是之後呢 轉變成一位生育之神 那在古埃及的時候 人們呢 經常以貓頭人喧的形象 製作巴斯特的形象 並且呢 在家中或者是寺廟供奉他 第四個是神龍 在中國的神話中呢 神龍是一位傳說中的藥王跟農神 他擁有豐富的植物跟藥物之士 傳說中神龍曾經品嘗了一百種不同的草藥 所以呢 他被視為中國的藥物之祖 此外呢 神龍還被認為是中國農業之神喔 他擁有豐富的植物跟藥物之士 他被描繪為一位體型高大 面色赤黃 留有鬍鬚 然後手持一把或是一根長杖的老人 傳說中呢 神龍親自嘗試各種植物 以了解他們的功效 為中國的藥物學呢 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第五個呢 是龍神 他是日本神話中擁有海洋之力的神龍 通常被認為是漁業跟航海的守護神喔 龍神被描繪為一條是巨大的龍 有時候會化身成人類的形象 傳說中呢 龍神能夠掌控風雨跟海洋中的海怪 他曾經寫著日本的漁民做到一條巨大的魚 讓整個村莊呢都得以繁榮 第六個是象頭神 他是印度教神話中的神士 象徵呢 智慧、知識、財富跟吉祥 他通常呢 被描繪為一隻擁有大象的頭部 人類身體、四隻手跟肥胖身形的神喔 傳說中呢 象頭神是女神帕爾維蒂的兒子 因為一次誤會呢 就被自己的父親唐家所斬首了 但隨後呢 他就被賜予一個大象頭部 並且成為一個吉祥和智慧的象徵 第七個是雷神 那他是澳洲原住民的神話中呢 擁有控制雷電跟暴風雨能力的神喔 被視為創造世界的神 他通常呢被描繪為是一位高大的老人 身穿著羽毛裝飾的衣服 那傳說中呢 雷神在創造世界之後 教導了人類如何使用火跟狩獵 並且保護他們免受自然災害的侵襲 第八個是雷鳥 是北美原住民神話中的一種神靈喔 他有巨大的翅膀跟控制雷電的能力 根據不同的傳說跟部落 哇雷鳥的外形跟能力也會有所不同喔 可是通常呢都會描繪為是一種巨鳥 擁有壯麗的翅膀和鋒利的繪爪 許多部落呢認為雷鳥是守護神跟保護者 可以保護人們免於邪惡跟災難 第九個是太陽神 是阿茲特克帝國的主要神奇之一喔 象徵著力量、戰爭跟太陽 太陽神呢被描繪為一個身批金甲的戰士 手持火槍跟蛇杖 根據傳說呢 太陽神曾經指引阿茲特克人民呢 前往目前的墨西哥中央高原 建立了阿茲特克帝國 太陽神也是阿茲特克戰士的守護神 許多戰士呢會在戰爭前 向太陽神祈求勝利跟保護 第十個是羽蛇神 是瑪雅文化的重要神奇之一 象徵著天空、風跟知識 羽蛇神通常以羽蛇的形象呈現 被描繪為一條巨大的蛇 擁有彩色的羽毛跟翅膀 傳說中呢 羽蛇神曾經在瑪雅文明的興起跟發展中 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也被認為是瑪雅人的守護神跟保護者 許多瑪雅城市中呢 都有一座以羽蛇神命名的金字塔 為羽蛇神的崇拜呢 留下深刻的印記 哇 看了那麼多的神話角色 你這喜歡哪一個呢 或是呢 有其他更酷的角色 也應該介紹給大家知道咯 可以留言告訴我 大家掰掰